我觉得Barbie它不是一个完美的电影 我竟然看到了大萤幕上在探讨全社会这件事情 Barbie无所顾的 但是Ken只是Ken 我们今天终于去看Barbie啦 我看完了之后超级兴奋 就很振奋 在电影院里面无数次想要大鼓掌 然后还穿着一身非常有仪式感的粉色 去了电影院 结果发现连长海报都没有 我看很温和 我不明白到底破坊点在哪里 对因为我们去之前 然后就很说很多男性看破坊了 然后老杨在全城就是大笑 就看得很开心 真正破坊的人 就真的被说中到某些点了 其实这个东西已经变成一个最温和 最不惹怒人的方式 去对性别这个议题进行了某一方面的讨论 对因为其实最后他的主题有落在 Barbie找到了自己 他也希望Ken找到自己 他其实是一个评选事件 破坊原因之一可能是他 把Ken符号化了 然后把男性符号化了 当然我们在以往的观影经验里面 男性可能作为一个陪衬出现过 但是没有如此的被符号化过 就是受到了一些所谓女性名时候的博讯 我觉得Barbie它不是一个完美的电影 Barbie做的特别聪明那件事 就是他把那些负面停价挂在了他的海报上 做了一个宣传无聊 Barbie的差评很多刚好印证了一个女性的成长过程中 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就是被审视被评价被人说不完美 但是恰恰是他的不完美 我觉得才是这部电影最大的意义 我前两天看那个海药的呼唤里面有一段特别简短的话 但是看得我气不沉深 其中警察那个职业有一个女孩就说 我奋斗了那么多年成为一个警察 但是他们喊我小姐去喊那些男性为警官 我不是小姐我也是一个警察 就是我当时为什么那么破方 就是我觉得一个女生要得到 他应该得到的社会身份的认可 只要这个社会身份不是传统的女性角色 他就会经历非常非常非常你可能都意想不到的艰难 还能达到可能男性非常容易就达到的那个阶段 由性别而定的标签应该在这个时代被消除了 包括他这里面所描绘的所有的男性也都是 就是他们一定要做一件事情 一定要变成某一个性别归属下的事情 哪怕他们心里不开心 就电影当中最好玩 就可能其实还是很爱巴比 但是他一定要去做那些男人 要穿皮草 要喝啤酒 要跟所有的哥们在一起讨论女性 我觉得这就是性别议题给人带来的某种标签 现在的语境还是肤权制度下的语境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电影院看到巴比 我那么振奋 就是我竟然在这里看到了大萤幕上 在探讨肤权社会这件事情 我们女性需要得到的权利 真的比我们想象中要多太多了 需要争取的东西比我们想象中多太多了 不要因为只得到了这一点东西 而觉得就够了 就够进步了 不是这样 什么叫做权力真正的成功 或者说权力真正的进步 就在于 性别也好 争取权力的那一部分人也好 他们真正能够随心所欲的做一些事情 而不会被社会 或者是不用担心社会予以他们的一些危险的潜伏 举个例子 假如一个女孩她心情很不好 她去了路边的烤船摊 她希望在这个地方买醉 让自己发泄出来 她可以喝到一半觉得热 把上衣撩起来 但是这些事情假如发生在她身上 她既不用担心旁边的人指责她 也不用担心这个社会会给他们伤害的话 那这个时候就证明权力确实是有一部分争取的 就是这么琐碎 我到了 拜拜 拜拜 还要说一下 她找Margaret Rovick来演这个电影 我觉得真的是完美 她几乎所有的电影我都看过了 她《华尔街之狼》里面 她真的是一个特别 男宁下的一个女性的形象 后来《大空投》里面 也饰演了一个标准的 金发币演的白人大美女 但是后来当她演 那个《花样滑冰选手》的故事的时候 包括她后来 做了那个《前床死井》的女孩的制片人 你会感觉到她 这种符号画的形象 慢慢蜕变成一个 特别具有女性力量的形象 《芭比》这个电影里有一段 特别特别出圈的台词 就是关于女性作审式的问题 接纳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可以不自信 你可以不漂亮 你可以不那么阳光开朗 但你依然觉得这些 我们本来就应该像《芭比》一开始那样 不把肯放在眼里 这个《佛城社会》对我们的规矩 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规矩 都应该像最初那样 不放在眼里 《芭比》无所不能 但是骗你只是看 这件事情 我们是在《芭比》无所谓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在《芭比》中心 里面的一段时间 我们有关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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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 小兵的 你会真的有关心的